翻译 & 诗文字幕 李宗盛 我十几岁的时候去寺庙里面 在寺庙里面突然间讲一句 我50岁要找到国门来 真的50岁你看 但是你家里一到破例了 老公你看二三十年 结婚二三十年也背叛我了 他没叛逆 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就这个力言也很深 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年 那这个真的很难受 很长了 太长了 那个以后以前没有医疗佛外 也是很痛苦的 然后还有个什么 钱又给人家骗了 你看 又这个力言 你要是有人骗你钱 你一定要 就是说 你钱一定要流动的 对你来说 其实真的有时候是个祸害 很多的情感 包括你老公 这些事都与钱有关 我说哎呦 怎么搞这个 这个力言这么 现在我看了 也经常在看《国经》 现在就不烦恼 但是 给释然他吧 现在我觉得奇怪 也是心里面牢牢记住他 一直想呀 哎呀没有我了 还想他干嘛 这自己都没有了 还想他 没有我 你还没证得嘛 肯定想嘛 这些事看上去 对人道来说 好像都是伤害 比如被骗了点钱 老公好像也 三十年的感 夫妻感情 竟然一下子 不要了 这个感情就是说 很多东西看上去 在这个世界 都是不送力的 而且你又说心结得病了 或者是说 这好像都不送 但是其实我觉得 都是他走到一定程度 就是说 我不能说他是应该的 但其实对你 如果你说找到 没有这些 你也可能就进不了佛嘛 你不会很深地去留 去学佛的东西啊 他这里 这里休息应 好像又没有什么寂寞 想得很难受 这样子 是啊 是啊 就是说老师 我就是经常看你 家里面真的空心空心 那个就是 你只要想敬你啊 哎呀 这个可能我们心 也比较胡臭 你只要做不做 嗯 你就从刚才我说的 那些事里边修 那些事是救你命的 那些事都发生 如果你的身体 你今天只能说这样 有些事都发生 是救你命的 那还是你的福报 你要小人 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继续学佛法 那些事的发生 是帮到你了 嗯 你认为是坏事 真的 这个杀很空啊 老师 这真的我们那时候 我这个杀特别痛啊 那也比死亡好啊 那也比死好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我早上求你 那位微信 看到老师说 那个这个伤害最深的 最好啊 哈哈哈哈 那也跟你跟你老公 两个都离世好啊 嗯 嗯 就分开就分开呗 他那个 他也 你也希望他好好活着 是吧 嗯 你也希望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 有两个孩子 最起码孩子的父母都在 不管你们分开还是在一起 还对孩子来说 都是爸爸妈妈 还亲人孩子啊 我觉得对你跟你老公来说 就是如果出现这些事 有人骗财啊 有人就是说 风铃 情感风铃的话 真的是你们俩的福报 你得到东西已经很多了 在这个世界 嗯 老师 老师 就是 就是打住 我就是怕打不住 这里痛了老师 你就不用打坐 哦 不用打坐 我就念我 就念佛 哎 一心不乱的念佛 心不乱 嗯 你困着也行 坐着也行 不断变化姿势都可以 嗯 念佛好 嗯 嗯 很容易修行 很容易成道 而且快乐的成道 就是说 修行不要那么痛苦 不然说 修行找的 第一是找不到老师 临时 第二 找到了 还不知道 这老师是否成道了 因为怀疑嘛 不知道他 他能否带自己解脱 还有呢 修得也蛮苦的啊 因为红尘里边的也苦 修行也苦 你看出家人也有时候很苦啊 所以 所以他就发愿 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界 然后就很多人在里边 修行成道 那我们也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就要学习阿弥陀佛的品质 你才跟他相应嘛 嗯 他的阅历也是你的阅历嘛 不然你每天念他那个名字 你一点不了解他 是吧 那你向他学习 为什么他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做到 比如说你有很多法事 你现在一个人空的 那你 那你也可以说 哎 我想 虽然阿弥陀佛 人家建立一个世界 那我建立一个佛堂 这个总是可以的 能够利益发心啊 哎 利益很多人去帮助 很多人 就算是跟你有缘的众生吧 甚至不是说 我利益三界六道 那利益你的 你所爱的 爱你的 他怎么 老上 老下一直租给别人 哦 租租也行 哦 你租给别人就可以了 租出去吧 就是电命 我说你要是说 一个人租着空着 也可以做佛堂 老下的梅株去老下就患病 哦 哦 这个随约哦 对对 我就一直 哎呀 他们说 哎呀 师父 两三年就会成绩我 怎么五六年呢 哎呀 这样 没有一点进步 有时候 与世界无关 其实有时候 不是说修了很多年 是用我们的心 在做什么 我们的心放在哪个地方 如果我们的心 只是放在痛苦上 放在烦恼上 纠结在那些 我们也不能说是我们修行了 是吧 你的心一直在修道上 这个世界的痛苦烦恼 跟你没关系 你不管它 虽然那些痛苦烦恼 都是你的 都不能说是别人的 说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 都是你觉得 在人生命里边 已经是大事了 说钱财被骗 或者自己得病 家人家庭感情受阻 这些都是一个女人 一个就觉得已经是 但是一个修行者 比如说 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修行 念佛 念佛 一个学佛的这个状态 是这样的吧 那念佛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都是淡淡的 就算这些事都能把它 要看成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才是佛子型 这叫菩萨型啊 就算是念佛 也叫菩萨型啊 就是念佛 我念佛 我要求证佛法 那剩下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让它打扰你 甚至身体的病痛 那我就这个机器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会病得连佛陀都有时候得病啊 是吧 佛陀临死的时候都视线病痛啊 那么既然佛陀都有时候病啊 那病看来这个是个人力普遍具有的现象 都会病 那他病者呢 影响我什么呢 除非他极端到痛到 我没办法念佛了 如果他 他只是有个病 但目前还不是说很障碍我念佛 我就念佛呗 他又不影响念佛 只是有个病在那 那机器总会病的 就是说我们到了生老病死嘛 到这个年龄 你说在座的诸位 哪个身上没几个病痛 就说我以前看说 有一个人说 他我就没有老师 我一看他还有牙坏了 全身没病 他说没病 我说你那个牙坏了 他说是啊是啊 有个牙疼 你在这个世界上吗 你怎么会 就身体总会有一点问题的 这个不算什么 不怕的 就是还没有说 这个世界还没有说 我们得了不治的 或者是什么 还说 医生说你就两天了 那我们也两天念佛呗 念两天呗 最主要是心 打开你的心 大开心 开心 就算不管你做财地什么 你要心打不开 你念十天 念十年二十年 也没用 这个假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执着 老师 不要执着 但是你说 哎呀 有的人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讨厌 我夜市了 我就一生心念佛 我想瓦身了 但是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你要了解 阿弥陀佛不是夜市的人啊 阿弥陀佛 愁不夜里众生 不管这个世界众生 对他有多伤害 就是对他多不好 他都爱着这个世界 爱着众生 对 这才是一位大菩萨的 你要先做菩萨 你要成道 为什么好几年 我没有成就 就是因为我没有 把自己放在 大菩萨的位置上 菩萨的位置上 我们始终是一个 自我的小小的 我在念佛 小小的我在念佛 就像一个小孩子 站在那里 佛啊你来保佑我吗 佛啊你来庇佑我吗 佛光你普照我吧 你永远自己觉得 自己的力量很小 需要佛来照耀你 如果你把自己 放在菩萨的位置上 那么你去照耀别人啊 虽然也许我们能力很小 那么你就成道就快了 就算有火成 它就有有火成的光嘛 不怕的 哪怕你照耀两个人 三个人没关系啊 这就是菩萨精神啊 你只要做了菩萨 你才能成佛啊 你才修行才修术啊 就是这叫 在佛学里面 这叫发心 就是我们的发心太小了 我们就想个 我念个佛 我去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那离我们往生 还有几十年了 是吧 那你如果夜市说 我看见这个世界 看也不想看了 我就念佛 念佛 我死了到极乐世界去 好像就离苦了 但是 然后你现在五十岁六十 那么到零首 可能还有二十年三十年 那这二三十年 你这么夜市 怎么过呢 就很难过嘛 那纯粹 别念佛 还别苦着 那你每天念佛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求阿弥陀佛 快接我 快救我吧 我好苦啊 所以很多人念佛号 你看就苦苦的念的 还觉得阿弥陀佛 就是 就苦不堪言 就是 佛号我们在苦海里 泡着你来吧 是吧 我们念佛 不能念成那样 这个野心 说我们真的苦啊 佛说这个世界是苦海 但是我们念了十年 还是那么苦 那这个念佛就没得力 是吧 这个念佛 这个阿弥陀佛好像一直没了 你怎么还那么苦呢 是不是 其实问题是 一直你把自己看成那个 很小的我 很需要别人关心的我 我们都念了十年 我们都长大了 但我们从来没了解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 放在菩萨的位置上 就像我刚才说 去利益别人 发心别 像阿弥陀佛一样 去发愿 我也建立一个极乐世界 然后就苦就难 帮助很多人的话 我们早就从那个 苦海里蹦出来 十年以后 你念佛念的 红果坐在那时 可以福音众生了 知道吧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以利益很多人 那是如来的 利益很多人 帮助很多人 这个不是说 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这种心是如来的心 这是大菩萨的心 大菩萨他就这一介事 就是你的心 给他相应了 这叫心心相应 因为菩萨 比如说文书 观音 地藏 菩萨 他们的心就是这样 你看他们的心 他没有别人的事 他就做这一件事 帮助很多人 虽然也许 你的力量很小 你说 我让人家来 我这念佛 他也不来 是吧 他不来是他不来 你不发心 是你不发心 你就没发出那个心 他怎么会来呢 就算你发心了 大家说都不来 不来就不来 但是你也不代表 你不是菩萨 那三界六道做生 佛说我们利益 三界六道做生 那其他道 我们也看不见 那怎么利益呢 是吧 那地狱畜生 我们畜生能看见 地狱啊 恶鬼 我们看不见 那也帮不到什么 是吧 但是那个心要一样 就是我们向菩萨学习嘛 我们念阿弥陀佛 除了往生 也要阿弥陀佛学习嘛 这样你就修俗地 得到他的加持 你就离他最近 你要是很苦 那就离他很远 他在极乐世界 你在苦海 那个距离太远了 知道吧 你要发心说 南无阿弥陀佛 我就是菩萨 就是我也要像你一样 怎么怎么 那你跟极乐世界很近啊 你跟阿弥陀佛近 就是要跟极乐世界近 你跟他相应 不断地相应 不断地相应 走的时候 还不用你接了 我自己去了 是吧 你保释的 因为我跟你相应啊 我知道你的心光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啊 跟你是相应的 之间就过去 就是说白天有灭佛 白天念佛 晚上啊 他那个照样这个心啊 这个很奇怪 倒是想别的都乱想 有时候与身体也有关 你有时候身体不好 或者有病就晚上 就会杂念多了 睡不好啊 闷闷啊等等 你适当地用动 不只是念佛 适当地去借太阳 用动旅游 出来走啊 比如说你来珠海 也是个 一方面来看老师 一方面就是说 接见老师 另一方面也是 拥有走走啊 就是来多去旅游啊 或者自己用动 就是说尽快地把你过去 那些经历的那些 就是让你觉得痛苦的 伤感的东西 清理掉 放下 听掉 听掉的 不要看 虽然说这句话 说的是容易啊 它不断地会翻起来 那种困难 但是我相信时间 会帮助你了 再说你在念佛 佛福尸也会 也会加持你的 相信这一点 很重要 相信你能 把这些清理掉 然后安心的念佛 过去的 一旦你开始学佛 那么过去的 这些人世界的 恩恩怨怨 所有的一切 都开始清空 没有让他们影响你 没有让他们影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